9月8地震之後 花東地區的鐵路中斷 經過臺鐵搶修 從今天開始部分恢復通行 不過從花蓮市往南 只能夠到鳳林 而臺東往北 也只可以通行到副里 至於從鳳林到副里 目前只能夠依靠客運來接駁 也讓民眾的搭車時間明顯拉長 二十二號臺鐵恢復東部鐵路 部分的路段通車 早上六點 花蓮開出第一班 往南通行到鳳林的電連車 搭乘的民眾不多 可能還有許多人 不知道已經有火車可以搭了 但是要從花蓮搭車南下的民眾 則說這樣還是很不方便 要花在車程的時間 只要兩個小時 現在多一杯 六點差不多四十到 然後要等到七點二十 才有再接駁車 台東一早六點 也開出了地震後的第一班電連車 可以通行到副里 但是搭乘的旅客也不多 大部分都是通勤族 現在台東段 各車站都恢復了 也方便鄉下民眾往返市區 東部鐵路受創 台鐵先恢復行駛花蓮到鳳林 以及副里到台東間的列車 平均的班距為五十分鐘到六十分鐘 接駁客運也繼續通行 不過鳳林到副里之間 鐵路還沒修復好 仍舊要仰賴公路客運來替代 花蓮運輸段表示月底可能會搶通 鳳林到副里段到時候會再做列車的調整 不過東部的民眾還是希望台鐵近期能夠提供更快 更便捷的列車 搜短搭車時間 記者溫家凱 張明哲 花蓮台東報導